大家好 我是小黑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小黑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要说到元宵啊 在天津有几家老店的元宵 那是必须要去尝一尝的 不过你要说这家老店啊 哪个更好吃一点 我还真的不知道 今天啊咱就都买一点 然后去评测一下 看看哪个更好吃一点 怎么样 第一家贵顺斋 人不算太多啊 赶紧去买的嘛 清真五人蜜馅十锦汤圆 是贵顺斋高点有限公司 兴业起家的产品 里边有橘子 菠萝 玫瑰 红果 黑芝麻 抠口 大枣 豆沙 八种馅 咱们特色的就是这个了呗 五人什么蜜馅 这怎么卖啊 还有大果粒的两种 果肉的五种馅混着的 蔓越莓 蓝莓 樱桃 桂园 小岛枸杞 这五种混合是吧 这五种混合这是多少钱一斤 这是53亿斤 40个 那个呢 那个是34亿斤 40个 必须一买一斤吗 可以半斤的 那就一样半斤 43块5 往这扣一下 走吧 第二家大桥道 大桥道始于1979年 大桥道这买元宵排队的人不少啊 现摇 现打 咱这最特色的是哪种馅啊 上岁数的来老口味的 孩子来果味的 上岁数的老口味的 好 那就 果然老口味的吧 这经典的巧克力和黑芝麻是吧 那就这两样 这栽不出来下头这一溜全混在一袋里 哦 混着卖的是吧 对 混装的 这混装的怎么卖啊 混装的这一袋老口味是40个 一刀30 哦 行 那就混装这老口味的 对 这也是大小道特色 30 这一袋就一斤是吧 对啊 好嘞 来 男口吃 再见 第三家老城里盖奶肠原 这么多馅啊 草莓 盖奶 巧克力 这咋卖的 30块钱40个 咱这盖奶的 这为什么叫盖奶 就是老城里盖奶的汤油 它以盖奶出的名 里面就是那种鲜奶的 哦 你想上去 它是那种新馅 就是奶馅的里面 里面是奶馅是吧 对 然后这个就又香又嫩 这是咱天天的特色 就盖奶巧克力 这些卖的是最好的 盖奶的来10个 然后这个巧克力的10个 20个半斤 20 咱家不认秤 不认秤 再见 到家了啊 元宵已经都买回了 买了三个品牌的 这个是大乔道的 是30块钱40个 这还带着还写着 荣获金门首届汤圆大赛金井 还有汤圆大赛金井 这两个是桂顺斋的 卢庄子桂顺斋 史创于1924年 这袋是老城里盖奶汤圆 不是那些特别老的老店 市里那些 它是在唐姑这边 已经开了个89年了 据说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盖奶汤圆 应该算是天津最特色的汤圆一种 对吧 待会咱们一起尝一尝 现在这样咱也看不来啥 只能比比价格 要说价格 这个桂顺斋 这个稍微贵了点 它们尤其是这种 五种水果馅的 十锦的 是53亿斤 然后这个是那种最传统的 它们八种十锦馅的 是34亿斤 这个稍贵一点 行吗 那咱就不废话了 赶紧把它煮起来 煮出来之后 咱们挨个看 挨个尝 看看怎么样 开煮 开水下锅 勺子轻推 OK 全部搞定了 从这外形上看 这大小个好像都差不多 咱就开吃 咱这吃的顺序 就从又往左来了 咱先从这个汤圆金讲的大小道开始 它这个一共是有好多种馅混在一起的 我一共煮了八个 也不知道能不能煮八个 就一共八种馅 这是最完美的状态了 是吧 这个汤圆这块有点露黑了 这块有点黑 那估计不是黑芝麻的 应该就是巧克力什么的吧 黑芝麻 这面呀 真的是特别特别黏和 又黏又软 还特别有筋的 然后呢 馅还是比较大的啊 黑芝麻 但是吃起来不是特别甜 我煮这火候差了点 这面的最里边啊 还稍微有一点发白 真黏 大小道的这个馅啊 还是挺大的 也不是特别甜 但是我感觉这个黑芝麻的 这个芝麻的香味好像差了点 不知道是不是我煮的这个火候小啊 偶尔还能吃到一种小糖渣 看看能不能吃别的馅 又是黑芝麻 我再咬一个 这是玫瑰馅的 里边还有那种红的 小碎和花瓣似的 吃起来一股玫瑰的花香 据说大小道的巧克力不错是吧 咱把它直接切了吧 我看看都有什么馅到底 这又是黑芝麻 诶 这是巧克力 最后切的一个还真的是巧克力 但是我煮这火候好像有点小 这巧克力没有完全化开 巧克力这还真挺好吃 不是特别甜 但是巧克力味儿挺浓的 我给你来口玫瑰汤 我为了好看我把玫瑰汤都盘子里了 专成了一碗玫瑰汤 接下来咱再尝尝贵顺摘的啊 这两个不知道哪个是那贵的 我把它切开看看 哎呦我去 这啥情况 这馅怎么当当硬啊 给大家拿着看看啊 这个应该是那个八种馅的结合 还是一个块呢 是不是我煮的火候太小 完全没话是吧 你没煮熟呢呗 哎呦呦 挡挡硬 不行 你再煮 估计我这火候我着急了 咱把它都再回个锅 我再都煮个两三分钟去 不行这样 重煮重煮 桂春摘定咱再先回回炉 然后尝尝这个钙奶汤圆吧 这个 哎 这是巧克力的 哇 这巧克力完全煮化了 面皮也是非常的软糯 韧 我现在觉得这个 元宵比汤圆好吃 元宵这个皮都摇着呢 它那皮比较厚 然后那个面啊 吃到嘴里特别筋的 这钙奶的 看见了吧 这是钙奶的 它这个有点像奶油看着 我之前还真不知道 什么叫钙奶汤圆 我以为是拿那个牛奶和面呢 那我们今天它是这种鲜奶馅 鲜奶是什么 哎呦 吃起来这个馅 有点像奶油 也有点像那种奶酪 这奶香味好足啊 就你越吃那个 那种牛奶的那个味道 特别特别浓 但是就是我不太爱吃牛奶 我也不爱喝牛奶那个味 哎我龟顺斋的应该煮好了吧 去看看 完了 这个又煮火大 都给煮漏了 这瓜子仁什么都漏出来了 瓜子仁黑枝吗 这核子仁吧 这应该是那个八枕 咱先尝尝这桂的吧 53亿斤那个 这个真好吃哎 看这黄颜色 显得倍儿漂亮 然后里边也有那种黑芝麻什么的 都有啊 微微有点甜 是那种果香味 但是它这个甜度啊 比起来那些微微有点发甜 这个又变成那种红色了 这个可能是红枣的 尝尝这个八枕 这是桂顺斋最有名的 这个吃到嘴里啊 就是感觉东西很多 各种各样的香味 有瓜子的芝麻的 还有一点就是肝果那种 混合的味道 今天反正这个元宵是没少吃 都是粘的 总体来说啊 我觉得就是各个特色吧 如果爱吃奶味的啊 我觉得这个 钙奶汤圆 真的可以尝一尝 因为这是天津特色嘛 大小道的呢 也还是不错 因为它是把好多口味啊 混合到一起 价格也不算贵 而且吃起来还是不错的啊 桂顺斋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稍微贵了点 而且稍微有点偏甜了 话说回来啊 这个美食这个东西啊 还是要看个人口味 这以上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啊 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 这个毕竟元宵节了嘛 多尝一尝硬硬硬景 哪个好吃自己去感受感受 如果你觉得哪个好吃 也可以给我推荐推荐 我也去买点尝一尝 好吧那节目最后 小黑再次说大家啊 元宵节快乐 2022年快乐 拜拜 咱们下次见吧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啊 这个煮元宵和煮汤圆真不一样啊 多煮会儿 要不不熟 收尾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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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